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咸宝宝 现在过年放烟花肯定是必须的 我小时候经常会玩这种烟花 对 这种烟花在我们小时候叫做仙女棒 当然这种烟花爆竹类是不能在房子里使用的 只不过我这是一间仓库全是用铝皮做出来的 没有什么易燃的物品 我一直很好奇如果说把它们点燃一堆 那这个场景应该很壮观吧 所以我买了一点点 不过先说好玩归玩闹归闹 安全事项要记好 我现在放烟花的地方是郊区外 而且是在池塘边 而且我灭火器也准备好了 在放的时候它旁边也是没有可燃物的 即使它着火了 我有灭火器 然后旁边也是池塘 是很快就可以灭火的 大家千万不要学我哟 知道了吗 听到没有 那我们先铲一个坑 然后直接把我们这个烟花这样插进去 接下来把旁边的泥土填一下 那么这里的仙女棒花了500块钱 一束是10只 然后10只是10块钱 然后这里有50把 然后50把每把是10只的话 那就是500只 废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点吧 sorry 小狗猪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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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花500元就为了看一团火吗 记得一定要灭火哟